音樂 人氛 哈囉大家,我是憑力 今天就很早,不是很早 现在11秒 本来就按了我 11秒 我现在1o就是15分 平時來旺角就是做健身 但今天來旺角就有不一樣的事情要做 為什麼呢? 我現在正在去星際那間DC Fever 去DC Fever 搞什麼呢? 去DC Fever 當然是搞相機 難道講驚嗎? 很開心因為DC Fever 發了一個 invitation 給我 就說今天是可以去試玩 獨家試玩 其實有一段時間沒有來星際 很感謝DC Fever 邀請我來 就是因為他們在未開店之前 讓我們先上來玩 先摸了手機 掛印 所以可以有多些時間 慢慢跟大家研究一下手機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這條影片是要即拍即剪 所以我現在有點緊張 第一次去這種型的活動 是要做到即拍即剪 因為我想盡快做一條影片給大家看 是不是? 都已經半年沒有來這裡了 真的很感謝DC Fever 同事 在開店之前就讓我第一手去試玩 這部Fujifilm新出的GFX100S 它是富士第二部 一億像素的中片幅相機 它的價錢只需要港幣四萬八千元 你就買得到它的身體 雖然在規格上 GFX100還是旗艦機王 你又沒得走棧 為什麼呢? 例如GFX100S 它是內置了369萬像素的電子viewfinder 細緻度比起GFX100 576萬像素規格略順一籌 又或者是拍攝RAW檔的時候 GFX100S只是有14bit的Dynamic range 並非去到GFX100的16bit 但是有幾點呢? 我個人覺得GFX100S絕對是超級超級超值的 第一點就是機身防震 GFX100S竟然是有五軸六級的機身防震 沒錯是六級 比起GFX100還要多出半級 我試過用它來拍片的時候 配合這個原廠的GF鏡 防震效果真的十分之驚人 絕對是真心厲害 第二點就是對焦的能力 GFX100S的對焦力簡直可以比美XT4 你需要知道 Fujifilm的對焦力一向都是一般般的 但是GFX100S的確是有令到我嚇倒 電池方面雖然是沒有了GFX100的直到 但是仍然是可以保有460張的續航力 算是合格有餘 而它的Port頭也算是齊全的 拍片方面也支援DCI4K或者傳統的4K 亦都可以利用HDMI output 去到拍攝10bit 422的檔案 但是說真的 我相信中片幅拿來拍片的人應該不是太多的 我們說完一些特點 都來看看我們現場實試的一些看法 好了 我們現在來到DC Fever 在星際的門市 其實他們是第一天可以試到 這部GFX100S的店鋪 很幸運 因為朋友幫忙 首先在未開店的時候可以試到這部機 我就是未用過GFX系列的機 可能現在好像很假裝 我第一次摸上手 GFX系列的機 我覺得整個手感 以至到它的重量 其實是跟XH1沒有什麼分別 大概是一部中片幅的機 你現在看到我拿著的手是超級小的 如果你說Compare GFX50R 這部是會輕一點 但在手感上我覺得分別不太大 但還是記住兩部都是中片幅的機身 當然了 50R就是好像我們以前用X-Pro1的感覺 RF的FuFinder 100S跟XH1真的很相似 真的非常相似 如果大家習慣用單反機的話 其實你一拿起手 是完全沒有什麼困難 就可以控制到這部機 或者你已經是本身用到富士的機 其實真的完全沒有困難 那很好 DC Fever同時借了一張卡 給我拍了一點照片給大家看看 除了可以用GFX本身的鏡頭之外 其實也有一個轉孔 是可以給大家用到EF鏡 無論是Menu Focus的鏡頭 手動鏡 或者是用EF孔 是有自動對焦的鏡頭 都可以用得著 所以你說 不是 我想轉一下 用中片幅嘗試一下 但是大哥 這支鏡頭都疲了 不是一時三分可以買得到 很多不同的鏡 但我自己本身有EF鏡的一堆在這裡 那我就可以買個孔 就可以轉到下去用了 我剛剛試了 是用我這支賽斯ZE的孔 其實是可以用得到的 光圈是可以調整的 那你Man4不需要擔心 就算剛剛都試過用一支 Canon的EF50 1.8 都是可以用到Auto Focus 都是可以完全正常使用的 那你可以用到這部GFX100S 配搭你自己EF孔的鏡頭 那其實我主要今天都是上來上手試玩 不是有什麼很深入的review 但是整件事拿上手是十分之舒服 還有很毒的 那你說會不會有正常 富士的Felum模擬呢 是有的 完全是有的 例如 也有一個新的Felum模擬 現在暫時 GFX100S才有的 那我會嘗試拍幾張 還在這個環境裡拍幾張 給大家看看那個感覺是怎樣 你看富士令人愛不釋手的底片模擬 在GFX100S上面的效果是怎樣 最新的Nostalgic Negative 是基於美國著名的攝影師Steven Saul 常用的一些色調再微調而成 到底會不會成為新一款 大熱的Felum模擬呢 就看大家的喜好 總括來說 這部真的實在太毒了 希望有機會 希望有機會可以同島富士 借到一部回來 實際試一下 試一下拿出去街拍 感覺會是怎樣 為什麼我這麼窮 為什麼我沒有錢